明镜新闻台全新打造六度头条 Six2 Dan News 世界大事新闻全包 现在六度头条 Six2 Dan News 温哥华的孟晚舟的开庭的审讯 当然现在今天并没有听证会 还没有开庭 要到今年年底明年初的时候 才会有另外一个动作 不过今天却是有一个比较大的消息 那就是呢 这个加拿大温哥华的 卑诗审最高法院裁定 显示法官要求加拿大的检察总长 要来提交更多有关 有关于逮捕孟晚舟有关的证据和文件 这也被视为是孟晚舟律师团队 在这个诉讼当中 先下一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讯号 我们知道孟晚舟 她是在去年的12月1号被逮捕 她是因为卷入了美中加紧张关系的暴风眼 被捕的原因呢 是因为她坚称 因为她被美国认为是涉嫌了银行诈欺 误导汇丰银行 有关华为和伊朗的商业往来 但她当然是坚称无罪 那现在的这个法律环节呢 就是加拿大是不是要把孟晚舟 把她送到美国来进行接下来的审判 但现在卡在温哥华已经卡了一年多 在这个她到底是不是会被送往到美国的这个程序呢 现在是有非常多的变数 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加拿大的这个最高法院 现在要来仔细的检视 她当时呢 我们现在画面上看到 她当时在这个机场的时候 她被这个审讯的过程当中呢 边境的CBSA 加拿大边境服务局 跟加拿大的皇家骑警 在针对她的案件的处理上 是不是有不当之处 简单来说呢 就是今天加拿大并不是要主动逮捕孟晚舟的这一方 所以加拿大呢 主要是因为跟美国有这个法律引渡程序 所以在帮美国的忙 要来把孟晚舟先来拘捕之后呢 要送往美国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现在孟晚舟团队质疑的就是 加拿大的这个司法的过程当中 有很多不当的地方 比如说拘捕孟晚舟的时候 这个很简单的过程 应该就是直接把她放到这个 把她拘捕起来 并且告诉美国 我们现在逮到了这个人 那我们现在要开始来审核 她是不是适合被送到美国去 接下来接下来的这个美国的法律程序 已经是跟美国的FBI来进行分享 所以呢 这个法律的这个程序 我会觉得也许就只是一个 好像是 如果今天她的犯罪事实是成立的话 那她应该还是要被送到美国来进行 这个法律的程序的检验还有审判 但是现在就卡在 如果今天你这个逮捕的过程是不合法的 或是在这当中你有违害到她的权益的话呢 那基本上你就不可以逮捕这个人 或者是你目前有的这些证据呢 就不成立了 那所以很可能 如果今天加拿大的这个最高法院 在北施省的这个最高法院的这个法官 裁定他认为在这个过程当中 是有很多不合法的对待孟女士的这个处置的话呢 那这个就会就现在就停在这边了 现在是这样 其实我们简单的给观众朋友们介绍呢 应该一句话就能说完 说一个结论性的一个话 叫什么呢 叫程序正义 我们很多关中国的中文的观众朋友们 都看过美国的电视或电影 或者在拘捕某一位犯罪嫌疑人士 一定要会告诉他 第一修正案的重要性 也就是说你有权保持沉默 但是你所说的一切将会变为呈堂正供 这是一般情况下 所有的电影当中呢 都会看到的这样一句话 也因为这个事情呢 曾经引发为一个官司 那么这个官司呢 最后就是因为警方并没有告知 嫌疑人这句话 而促使这位嫌疑人所提供的 所有的后续的证据呢 都被法官所推翻 因为这样的一种形势下 所获得的任何证言证词呢 都是违法的 我们也知道前一段时间 有一位中国的一位演艺人员 周姓的演艺人员呢 就在纽约呢 曾经被警察拦截 并且认为他是违反了某种法律 在他的车上呢 也搜到了毒品以及枪支 类似这样 当时呢 很多人认为呢 这一下肯定这位周姓的男子呢 恐怕会遭受很大的冲击 但是呢 经过律师在整个案卷的审理过人当中 发现呢 警察犯了一个错误 犯了一个什么错误呢 警官说 他当时呢 在打电话 因此我拦截下了他的车 那么如果是他当时打电话 那么他的电话公司 一定是有记录的 警察 他的电话公司并没有记录 这就说明什么呢 一个执法人员 在行使自己的权力的前提的时候呢 是有一定目的性的 而这个目的呢 不从 并不是因为当时人违反了什么 就因为这样的一个瑕疵 而这个整个案件呢 可以说颠倒过来 最后也对周姓的这位 中国的演艺人员呢 并未确立他的犯罪 并且将他呢 无罪释放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引用这样两个案例 来给大家解释呢 这就是程序正义 加拿大警方呢 在包括移民局 移民边境服务局等等呢 在获知得到了来自于美国的是FBI的申请呢 在获知孟晚舟抵达了加拿大境内 对孟晚舟进行拘捕的时候呢 他们采与了一个程序上的一个错误 这个错误在哪里呢 就是他们派遣了海关人员 对他以进行普通正常的海关的物品检查为由 在那里滞留了三个小时 而实际上呢他们是每个人都知道孟晚舟是必须要拘留的 他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在行李审查过程当中呢 对孟晚舟呢进行时间上 以及看是否可以获取其他方面的一些证据 而这样的一个程序性的一个错误呢 今天成为了目前孟晚舟法律团队紧紧抓住的一个重要环节 因为抓住这个环节如果被确认是程序性的一个错误 或者是程序的正义如果违反了这一条的话 那么加拿大就无权拘捕孟晚舟 因为被指称呢他们获得了很多资讯以及在行李当中 对孟晚舟的手机以及其他的信息的要求获得了密码 并且将这些密码和数据呢传递给了交给了FBI 这违反了当地的法律 如果美国提起要对孟晚舟进行抓捕 那么加拿大警方必须在飞机上直接逮捕她 或者是在第一时间去告知她你违反了什么 而之后呢再来进行其他方面的事情 就这样一个前后的一个事情变为先行和后制呢 违反了程序的正义 因此呢孟晚舟的团队呢 有可能在这件事情上为孟晚舟获得更大的一些利益 或者是在法律上呢获得更好的一个主动性 与此同时呢好像我看到孟晚舟的现在的待遇 最近也是比较好也是比较轻松 而反映了好像在加拿大的在中国的像康明海呀 还有一些人员在加拿大的境遇却是没有任何的一个情况 包括他的律师也不能够见他 他更没有法律上的任何的援助 这个我们现在画面上看到的呢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康明凯就在左边 还有右边的呢就是加拿大的商人斯巴夫 他们也在去年的已经昨天是已经满一年了 去年的12月10号的时候呢在中国被拘捕 当时呢很多人就认为他们两个被拘捕的主要原因就是 因为中国政府要来报复加拿大的政府逮捕了华为的财务长总监孟晚舟 那现在已经过了是一年已经一年多一天了 那大家觉得很讽刺的就是孟晚舟女士呢 她当然在加拿大的这个司法体系当中呢 她是过得保有她的很多的权益 比如说她现在是在家拘禁 她只要带了一个脚靠 不是脚靠 一个电子的这个设备在她的脚踝上面呢 她基本上她是有在特定时间之内呢 她是可以自由的活动的 她不是需要在被拘禁在她家里面 她除了她家以外 她还可以去别的地方 那我们现在看到她现在住的地方呢 也是在温哥华是一个超级豪宅区里面的一个豪宅 比她一开始的时候呢 一开始被逮捕的时候 她是住在一个比较小的房子里面 那得知她要在加拿大很长一段时间进行诉讼之后呢 他们就把这个后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豪宅 是把她整顿了一番之后 让孟晚舟女士住进去 所以她的生活可以说除了她这个脚上有一个电子设备 来监禁她每天去了哪里之外呢 她生活并没有受到非常严重的影响 相对之下呢 康明凯还有斯巴夫 他们现在在加拿大 在在在北 不知道他们在哪里 他们在中国 他们在中国在哪里被拘禁 确切地点没有人知道 而且他们的家人也没有办法跟他们取得联系 他们现在唯一跟外界联系的管道呢 就是加拿大的这个大使馆 不知道多久可以去跟他们见一次面 而且这个见面的时间呢 每次也只有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是非常的短的 就像家人想要给他们带一些书啊 一些物品啊 也是不能够拿给他们 所以让大家觉得在这双方比较起来呢 是十分的讽刺 那加拿大的外长 沙鹏飞周一的时候 12月9号就发表声明表示 康明凯和斯巴夫被任意拘禁 是不能见律师 也不能与家人联络 表示呢 加拿大政府还是继续的要争取两个人尽快获释 那中国呢 驻加拿大的大使馆 对此当然也是马上的做出回应 就说 加拿大的外交部对这件事情呢 说三到四 中国表示强烈的不满 而且还强调中国是法治的国家 康明凯和这个迈克尔 说到这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好笑 中国是法治的国家 是 就说这两位他们现在被 呃 拘禁在中国的主要原因呢 就是因为他们危害了 中国的国家安全的犯罪 所以被逮捕不是有任何 完全不是任意拘押哦 就是反驳加拿大外长商鵬飞的这个说法 而这个 呃 康明凯他的实际被逮捕的罪名呢 是涉嫌为境外刺探国家的秘密 而斯巴夫呢 则是被控为境外窃取非法提供国家的秘密 当然呢 呃 跟孟晚舟女士的这个案情相比 每次去开庭的时候 大家可以很明确知道 现在呃 这个审判到什么程度啊 这个内容当中是什么 什么内容搁置了下来 接下来可能下一步是要进行 怎么样子方面的呃 证据的提息 这个 全世界公布在这个全世界大家的面前 大家都知道 那相对起来呢 这两名 呃 康明凯还有斯巴夫 他们两个人 虽然我们现在有他们两个人被逮捕的原因 但是 他们呃 基本上这两个案件 现在就死成大海 这个事情呢 是孟晚舟12月1日 去年的12月1日 被加拿大在边方方面去对他进行了逮捕 之后 拘留之后呢 那么限制他的出境 和包括限制他的一些 过渡的一些距离方面的一些行动呢 12月10号呢 中国就将这两人呢 进行了拘押 那么拘押之后的 刚才我们也看到呢 是对待遇呢 是截然不同 到现在为止呢 这两位到底是什么样的罪名 以及他们犯罪的任何的证据呢 都不容许律师去参与 也不容许他们聘请律师 就这样每天的积押 并且 目前呢 是每天都要接受数个小时的持续性的审讯 刚开始的时候 他们在睡觉的时候呢 甚至不容许他们关灯 而是持续24小时 不间断的各式各样的这种摧残 他们包括家人和其他的地方带给他们的一些信息呢 每次使馆的外交人员进行领事探访期间呢 也是必须用大声去朗读给像康明凯啊 他们二位 并且呢 当场呢 必须要由中国的警方人员呢 能够听得见 看得清 或容许有更多的任何的互动 而时间呢 最多限定在30分钟 那么这种情况呢 也有人 中国的一些人士认为呢 是不是他们真的是间谍呢 这里就有一些消息人士说 前加拿大的驻北京的大使赵普 对法新社说 这是一个政治案件 几乎没有进展的任何迹象 他说两人被指控刺探中国国家机密 但案件未正式的起诉 表示呢 中国当局可能正在想尽一些办法的拖延时间 根据他的说法呢 康明凯被关押在北京约有20名囚犯的牢房当中 而帕斯沃夫呢 而斯帕沃则在丹东与18名关押者在同一个房间 两人呢 每天可以户外待大约15分钟 消息人士指称的大使馆的官员 在得到两人家人的一些相关资料和照片的时候呢 也是必须在有当场有人 中国当局的人的当面才可以进行交接 并且呢 刚开始的时候呢 甚至连书籍都不是容许送进去的 人们成为呢 这就是一个报复性的拘禁 过去呢 一直居住在中国东北的这位加拿大人士呢 曾经一直呢 去协助其他的外国人呢 前往朝鲜 他并且呢 他成功的帮助了美国的篮球的传奇人物 罗德曼呢 也曾经呢 去到了朝鲜与金正恩会面 他本人呢 也与金正恩呢进行过会面 那么这些情况呢 目前看来呢都成为了中国官方 或者是准备欲加之罪和患无辞的一些重要的一些情况 关于康明侃呢 他所任职的国际危机组织说 这位驻香港的前外交官呢 经常受中国官方的邀请前往中国 对中国不怀任何的敌意 国际危机组织的主席马力说 我认为不用 是法律专家都会知道 康明侃为何被捕 国际危机组织呢 每天都在推特上发布有关康明侃的一些推文 马力同时说呢 对我们来说 提醒全世界 他仍然被拘留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两天呢 其实加拿大在这一年当中的 一直遭受着中国的各式各样的指责 但是呢 加拿大呢 一直保持着绅士般的克制 并且对于很多事情呢 似乎并不想把它做大 或者是闹大 想通过一些外交的渠道 或者其他的方面呢 能够将加拿大与中国之间的人质外交 或者人质问题 或者是中国扣留的人质 而孟晚舟呢 是获得一个自由的 拥有法律辩护权利的 一个正常的一个嫌疑人 那么将会想办法解决这件事呢 但是中国政府的长期表现出来的呢 是非常强硬 并且是蛮横无理 包括加拿大的 中国驻加拿大的大使的一些说法 和一些做法呢 也让人呢 是匪夷所思 那么这两天呢 加拿大的通过 刚刚结束的大选之后呢 加拿大正在调整 他们对于中国的政策 据悉 加拿大的国会呢 预计会在一月份 成立一个专门的检讨 中国政策的小组织 关于贸易 司法 包括经济 包括援助 等等的各方面的工作呢 成立这样的一个委员会 这对于与对华的关系的 发生了非常大的一个转变 加拿大不会再沉默 沉默和和解 对中共的政权是没有作用的 这一点 通过孟晚舟与加拿大人 被无故抓捕 进行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之后 已经叫醒了善良和谦和的 加拿大政府和加拿大的人民 是 所以这件案件呢 我想 至少孟晚舟女士的案件 我想这短期之内是不会结束的 而这两名 我们现在画面上看到了 康明凯呢 跟斯巴夫呢 他们两个 就更不知道了 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 也许孟晚舟女士的案件 如果有任何的转变的话呢 也许会直接影响到 他们两个现在在中国的处境 不过呢 他们两人的确是 加拿大政府现在十分担心的 两名人士 那之前 康明凯任职的国际危机组织ICG 就说呢 我不认为 所有的法律专家都知道 康明凯为何被捕 他说对我们来说 提醒全世界 他仍然被拘留 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所以今天节目最后呢 我们就留在这个 让人感到是 为他们两个 感到十分担心的这个 这个话题上面 希望接下来 随着孟晚舟女士的案件 有所进展呢 我们也可以知道 他们两位更多的消息 其实这个 今天这个新闻呢 还有一些重要的一个点 也需要给观众朋友们讲述一下 那么是什么呢 就是当加拿大 现在国会成立这样的一个 专门的一个委员会 或专门的一个工作小组的话 其实是对于中国 华人在整个加拿大社会 是将会陷入到一个新的尴尬当中 对于非常多的一些加拿大的 亲共的一些侨团组织 或者是一些亲共的人士呢 都应该是一个警醒 和一个重要的一个提醒 因为加拿大已经 再也不会像过去那样 对待中国 因为他们尝试了用文明的 用绅士的方式 与中国打交道 但是他们得到的回报 已经显现出了 除了这两位被抓捕的人士之外呢 还有一位前一段时间 已经被判刑的人 据说又要提醒第二次的审讯 并且已经判处了 他一些更重的一些罪责 那么这种情况呢 也已经看到呢 是气急败坏的这种行为 也使加拿大的更多的一些议员 以及政府的首脑 我们认识到了与中国打交道 必须转换另外一种方式 全球新闻大集合 SixDude.News 网页版APP任您选 六度新闻 一网打尽自由新闻精华 SixDude.News 六度新闻 SixDude.News 全球新闻大集合 SixDude.News